詞曲 李宗盛 我是李志榮 現在是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大昌的一名學生 我是馬來西亞的華僑 小学和初中高中都在马来西亚完成的 是上了大学才回国进行休学 我是龙州队的队员 大一的上学期开始接触到龙州这个运动 一开始是我们的前任队长 在学校里纳心 我觉得这个运动比较有趣 比较新奇 所以我就想着进来看看事实 然后就坚持到了现在 对龙州来说的话 最开始了解的是端午节 就是以前在家里过节 端午节会吃粽子 然后吃一些特色的一些食物 但是只听说过龙州 是到了上了大学之后 进入龙州队才对龙州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的日常的训练是 以水上下湖训练为主 然后再加以龙州讲词的技巧的一个调整的辅助 日常训练中我们大部分时候的一个氛围都是比较欢乐的 欢乐的氛围会让整个团队更融洽的一起训练 还记得之前冬天的时候 我们人需要进行东训 有几次是刚好都是下雨 然后我们也没有停止训练 我们还是在下雨 甚至下的暴雨的时候 还是进行训练 这是大家有更多回忆的一个经历吧 默契这个东西 更多的是大家在一起 需要时间的积累培养出来的 对于团队的精神来说默契是必不可少的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默契造就了团队精神 然后让团队精神更加的强大 然后龙州的话是需要非常紧密的团队精神才能完成的一个运动 所以说默契和团队精神对于龙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切合一 对于我来说龙州文化它除了是一项比赛 更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龙古至今的一个传承吧 它所带给我们的 还包括了精神上物质上的一些传承 我认为龙州带给我的精神内海更多的是坚持到己 团队合作这种精神 我希望以后在未来我可以带着我的队友们 一起去完成更多的训练 更多的比赛 顺便把龙州这个文化拓展到大众的眼前 让更多人知道龙州这个运动这个文化 在厦门这边的交通 还有一些公共设施 都比在原来马来西亚更为方便更为便捷 它的一些设施也更多样化 其中最大不一样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出门的话是需要带钱包的 但是在国内只需要带上手机 就可以走遍整个中国 在我生活的这段时间中 我看到是更多的传统文化和闽南文化被发掘和展现在大众以前 这对龙州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部分人对龙州的认识是只停留在历史书上 也就是端午的故事 如果龙州可以展现在更多人的眼前中 龙州这项传统文化这项运动会被传承的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